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了一封信 信一发表 就像海峡间的掏声拍击人心 两岸中国人发出盼望统一的呼声 廖宫赶怀旧事 在信中回顾了一段历史 国共两度合作 均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 首次合作 孙先生领导 武备虽幼 已知一二 再次合作 老先生主旗是 武备身在其中 应知梗概 事虽精伟万端 但纵观全局 何则对国家有利 分则 必赏民族元气 廖宫智一之一二的那次合作 即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接结果 1923年6月12日到20日 三大在广州召开了 为了再搞清楚会址和会议情况 我们特别采访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就是今天唯一建在的1922年的老党员 谭天杜 早在一大之前 他就参与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活动 开三大时 他是会议的工作人员 通过他的介绍和查阅史料 我们知道了 三大是在当年的东山旭孤院后街31号召开的 此时中共中央已搬到广州 在这个反对军阀开展民主革命的根据地 三大再也不用像二大那样躲躲藏藏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也许是记忆的误差 罗章龙说 三大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召开的 有时也在新河浦春园开会 不管这两个地方是不是三大的会址 我们还是应该去看一看 因为前者是陈独秀的主处 后者是马林的主处 比三大会址一百多米 叫新河浦二十二号 春园是党的三大代表毛泽东 季秋白等人住的地方 现在这里是一个幼儿园 向导告诉我们 参加三大的毛泽东提前来到广州 与张泰雷 须秋白 蔡和森 向景宇一起住在春园 协助陈独秀进行筹备工作 起草文件 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 我们在想 他们长大后会不会知道 儿时的乐园 竟然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史上的一处旧旨 1922年8月 马林回到中国 关于这件事 我们找到一份珍贵的资料 请看 这是当年共产国际给马林的指示 为了安全和保密 该指示写在他的衬衫上 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就带来了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要实行党内合作的这样一个指示 所以为了落实这样一个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中央在杭州的西湖 召开了一次会议 这是8月底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第一次特别会议 马林在会议上就强调 中国国民党 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 而是一个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党 所以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到这个党里头去 来改造这个党 来共同的推动国民革命 那会议就经过讨论 在组织上 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指示 最初孙中山对于共产党联合一事 态度也不积极 就在这时 现实给他上了一课 由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 孙中山危难中脱险 1922年8月回到上海 此事对他打击甚大 使之陷于苦闷彷徨之中 他说 闻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 垂三十年 中间出死入生 失败之术不可逾止 故失败之惨酷 未有甚于此意者 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 寻求新的同盟者 事变之后 中国共产党雪中送炭 当即发表声明 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 会见了孙中山 一席推心致富的交谈 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 是值得信赖的 他感叹道 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 因此要救活他 就需要新鲜血液 因而主动邀请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表示 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 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 孙中山回答说 这不大紧 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 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李大钊因此成为最早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同时 孙中山为了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又和苏俄政府的代表岳飞 进行了深入会谈 并于1923年1月发表了 孙文岳飞宣言 此后 他的联俄 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便开始逐渐形成 在这段时间 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一番教训 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 受到军阀残酷的镇压 骇人听闻的血案 使工人阶级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 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 只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 势单力薄 因此转为主动自决的建立统一战线 联合国民党共同进行民主革命 至此 解决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 已成瓜熟地落 水到渠成之势 三大最终承担起 这个二大没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虽说是水到渠成 但在三大会场里 当年还是有过激烈的争论 我们从荷兰保留的马林档案中 了解了许多细节 在有关三大的笔记中 马林概括地记录了 每一个人的发言 阅读这些笔记 久远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在三大的讨论过程当中 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 因此共产党员要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 从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 改造国民党 实现国民革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这种意见是以陈独秀 马林为代表 另外一种意见 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 是以蔡和森 张国焘为代表 这种意见认为 国民革命 不能够成为 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全部的人 党的中心任务 还是进行公认运动 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公盟 那么共产党员和公盟加入国民党 就失去了独立的阶级力量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 而成为国民党的一个附庸 把公认运动 拉入了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显然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须秋白语气温和 仿佛在劝导 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 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 给予了帮助 从而日趋反动 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 使后者具有革命性 哪一种办法更好 张国焘则是刚愎自用的口气 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 是独立行动 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他还有一段 令今天的人们独来也不陌生的话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 但我们宁可保持左 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 所幸的是 三大通过的并不是略左一点的决议 而是一个正确的决议 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 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 提出党在现阶段 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 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 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文件还规定了 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三大一结束 共产党就投入到建立统一战线 和帮助国民党改组 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的工作 放开当时中央发出的13号通告 今天仍能从自立行间 感觉出那紧迫感 那声势 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 共产党立时全体加入 没有的地方赶紧帮助建立起来 在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中 共产党务必每个省都至少有一个代表 头脑明晰且有口才 动身前应详加讨论 集中后在集中一决一致的主张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 国民党得到发展和扩大 1924年1月 国民党一大终于召开了 大会的宣言 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 这就是发展而来的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贯彻了联俄 联共 辅助农工三大政策 这样就与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 基本一致 成为两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 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史称第一次大革命的起点 请看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地方领导机构中 共产党员的强大阵容 对于国共合作 共产党人是真诚的 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 最能说明这一点 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员跨党 李大钊坦诚相告 我等之加入本党 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 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运动而来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 自己先从理论上 事实上做过详细的研究 本党总理孙先生 已曾允许我们 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 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 而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这一番话 颠辟入礼 感动了许多国民党人 也受到大会的欢迎 李大钊是坦诚的 但也是清醒的 在马林的笔记本中 我们看到 李大钊在中共三大上 首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一 过去和将来革命运动的领导因素 都是无产阶级 而不是其他阶级 二 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 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三 我们已加入国民党 但没有工作 现在没有迹象表明 我们没有希望 然而问题的提出 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 三大没有强调工人阶级 应当努力去争取 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 大会认为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 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 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 多少种下了后来陈独秀 又清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子 陈独秀在三大前后写了许多文章 强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 最急需的是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 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对克服关门主义倾向有积极作用 但由此提出 中国民主革命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 二次革命论的思想 则是完全错误的 这反映党当时仍处于幼年时期 中国革命只能假以时日 等待共产党的进一步成熟 三大留下的遗憾还不止于此 民主革命中是工人阶级孤军作战 还是应该由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共同作战 这一涉及中国革命动力的根本问题 也还没有被提上议程 虽然1922年 中共早期党员澎湃 就开始在广东海陆丰老家活动 1923年1月 领导成立了海丰县农总会 是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 农民运动发展的最好的地区 但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 虽然中央也通过了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 却没有花力气去组织实施 毛泽东也是我党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党员之一 他在三大召开以后 用很大气力从事农运工作 不过这是后话 在我们回顾三大时 有必要介绍一下马林 因为他在此后不久便离开了中国 这位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创建史上留下一笔业绩 马林 荷兰人 毛泽东称他精力充沛 富有口才 来中国前曾帮助印尼建立共产党 1920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后 他回到家乡荷兰 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 1942年在集中营被德国纳粹伤害 终年59岁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 开创了首次国共合作 以广州为中心 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 很快就打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 这次合作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十四年后 外敌入侵抗战军心 中国共产党为拯救民族威王 与中国国民党实现的第二次合作 至今也令人难以忘怀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 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共产党又多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 可惜这个倡议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现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